Hello大家好我是芒果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视频主题是两款大热的梳子的对比 这个呢是Tango Teaser 这一只呢是已经特别火的 这个The White Brush 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两款梳子的对比的话 就继续往下看吧 那我们先从外形上来说一下吧 法式The White Brush的大号是Tango Teaser的便携款 先说Tango Teaser 这个显然比它的size尺寸要迷你很多 然后带梳门也会比较方便 它有一个这样的底座 就是你不用的时候就把它放在上面 然后它就 如果你出没鞋带的话 它是不会压到这个梳池的 这个是我有点后悔我把它的大号 因为我现在头发比较短嘛 所以大号感觉好像有点多余 但是我以后应该还是会把头发留长 所以我当时是出这个考虑 所以选大号 然后两款在颜色的选择上都有超级多 Tango Teaser 除了便携款还有不带这个底座的标准款 然后The White Brush有各种各样好看的颜色 我这个面应该就是磨砂的那种 就是它不是光滑的 我比较喜欢这种质地的 然后这个颜色是金黄色 对像芒果一样的颜色 所以我特别喜欢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发质 我是从高一那年开始 开始是拉头发 因为我是自然卷的 所以从高一开始的话 大概拉了有四次左右吧 因为我就是从发根里长出来头发还是会是卷的 然后拉这个头发剪掉以后呢 就还是会变成卷发 所以我后面就开始把发尾干脆把它卷 大概就烫了三次吧 所以我的头发应该是受损还挺严重的 我的头发就很难输开了 因为受损了 然后就打结什么的 就特别难输开 我用一般的那种就是一排输尺的那种梳子 是根本没办法把我的头发输开的 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很崩溃 所以我就干脆懒得管我的头发我也是不舒坦 然后每天就是直接把炸起来 然后也不管它 然后后面就在网上看到了Tango Teaser的推荐 然后大家就都说它可以拯救你的打结头发 然后可以异数到底这样的 我当时看了还蛮心动的 但是因为它价格还是蛮高的 这个我记得我买的应该是100多块吧 因为当时的我来说我是没办法理解 就是花100多块钱去买一把梳子的 这把梳子买了应该有两年了吧 没有一天我后悔过 我就是完全完全不后悔 我花了100多块钱买这个梳子 然后我就可以用你梳到底 就是你看我这样梳 就完全不会有拉扯的头发 或者是你用那种一排梳齿的梳子梳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这样拽着头发 然后这样一点点把它梳开 但是这个就完全不需要 这一只手就可以搞定 这样就可以非常随意的把它全部梳开 然后你后面再打你的头发 或者做发型 或者把它扎起来都很方便 所以这把梳子我是非常非常喜欢 也非常非常推荐的 前段时间呢 我又在B站 还有微博上看到了 特别多人推荐这一款 叫做The Web Brush 然后我特别心动 因为自从我买了Tango Teaser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梳子贵啊 它肯定是有贵的道理的 所以我看大家推荐这个呢 我就觉得它肯定特别好用 然后我又不断的买了这一把梳子 刚说的这把梳子是大号的 所以它可以很轻松的 就是梳开我的头发 对 它跟Tango Teaser 这个头发的这个效率吧 上面我觉得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大号的梳齿呢 比Tango Teaser的要长 对 所以它可以梳到你头皮的部分 它的有一个优点呢 就是它这个梳齿上面 是有这种小圆坨的 对 然后这个小圆坨 会防止这个梳齿去刮上你的头皮 因为你看这个Tango Teaser 它就是这样 像你磕磕的这种针一样的 然后如果你有时候太使劲啊 力度太大的话 就可能会有点刮到你的头皮 但是这个 这种圆圆的骨灰 你梳上去 这个使劲也没关系 反正很舒服 然后这是它的一大优势 那都说这段梳子在施发的时候使用 特别的好 我个人是不会在头发湿的时候 去吃我的头发的 因为我的头发很脆弱 我觉得在头发湿的时候去梳 它对它是一种伤害 而且会带掉很多的头发 但是我昨天晚上的证明一下 又在施发的时候 使用了一下这把梳子 确实很好用 然后也非常的柔顺 就是疏通 也不会感觉到有拉扯头发之类的感觉 但是我一边用了这个 The White Brush 一边用了Tango Teaser 我觉得两边的使用感其实是差不多的 所以Tango Teaser也是可以在施发的时候使用的 就你没必要说 呃 我因为我有了Tango Teaser 然后但是我想在施发的时候 所以我又买了The White Brush 我觉得这两款其实是可以二十一 而Tango Teaser的缺点 就是它非常的兴兴 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在寝室的时候 然后就是灰尘太多还是怎样 我虽然每次几乎每次用完都把它盖在 但是我这个书尺上面 还是会沾很多很多的灰 而且它那个灰 就是会形成一个小圈圈套在这个书尺上的 特别特别难清洗 我真的是特别没办法 然后我看网上说用那种小刷把刷掉 我根本是没办法把它刷掉 就是实在没办法 我就用那个用过的背的牙刷 然后一些灰尘全部刷掉 这应该是铲头漆色的一个缺点 我不太确定The White Brush 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 因为这个书走才买没多久 应该不到一个月吧 才买没多久 然后现在目前是没有这样的空调 这两款书尺 它虽然是这样塑料的 但是都是非常软的这种塑料 我觉得The White Brush的书尺会更加的软一些 Tanto Teaser呢 会比The White Brush的这个书尺异一点 然后它是有长的跟短的这两种交错在一起的 但是在头皮上的使用的话 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总结一下对这两款价格相近的书子 我的看法是 如果你的头发真的有打结的困扰 就是你是受损发制 每天书头对你来说真的是一种折磨的话 我非常推荐你去买这两款书子其中的一款 如果你要经常在出门的话 我会推荐Tanto Teaser这款 因为它鞋带确实比较方便 有一个手柄在这里 然后就算你去买一个中号 或者买一个小号的话 它还是比较占位置的 而且你可能会把这个书尺折到 比如说你塞在包里 或者放在行李箱里 可能会折到 所以如果你要出门的时候的话 我比较推荐Tanto Teaser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放在家里 用是推荐The White Brush 因为我主要是特别喜欢它这个书尺 有种按摩头皮的作用 这就是我的推荐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 对你们有所帮助的话 就请给我点一个赞 然后多发帮助支持我吧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 Bye